今天我和二状准备探寻活死人的真正来源 作为出道斯卡姆大陆遇见的第一件大事 我的心情其实很不平静 二状 今天我们的冒险会十分凶险 你准备好了吗 回哥 俺有点害怕 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了 俺毁不毁死了 二状你别怕 男子汉大丈夫 志在四方 昨天不是还要说跟我探险吗 怎么能被这点事吓到 放心 跟着大哥 绝对没事 那好吧 你一定要找着俺 也可久安 这么一个儿子 回哥 你看这些活死人多可怜 能跟着 诶 二状 你怎么又趴到地上了 快起来 回哥 你听着时差声音 十字还是老虎啊 深深老林 有几个野兽还不正常 快起来 别这么怂 继续走了 噓 二状 你看 前面是不是有一座工厂 啥 啥是工厂啊 安不值得了 这难道和我们昨天发现的活死人有关系 会不会这个工厂就是那些活死人的来源地 不有可能呀 回哥 里面有好多烟囱 看样子规模还不小 斯卡姆大陆上竟然还会有这种建筑 嗯 等等 好像有人出来了 是不是厂子里面的工人呀 哎 出来偷个懒 昨天来的那批货可真多啊 累死老子了 谁说不是呢 现在的货越来越多 我都好久没下班了 据说咱们的工程马上结束 已经到达最后阶段 再过不久 我们就能好好放松一下了 哈哈哈哈 不用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 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嘿嘿嘿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他俩好像在嘀咕呢 还戴了一个绿帽子 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二若 咱俩一人一个 干了他们 辉哥 你的神收也太好了吧 按还没出收 你都劝谷结绝了 没用的东西真不精打 二若 这俩绝对是厂子里面的工人 咱们有必要进去转转 调查一番 走 二若 把咱们衣服先藏起来 换上他俩的 2000 years later 没看出来呀二若 穿上这身衣服 还有模有样的 进去吧 一定要跟紧我 好的 回哥 这才是探险的生活 回哥 按右肩害怕 别从 咱们现在已经假扮上了工人 大大方方的进去 不会引来别人注意的 来 跟着我 这是浓郁的药水味 充满了各种化学成分 看来他们在研制什么东西 走 咱们继续上 这边有门 进去 怎么样 二若 里面什么情况 进来吧 回哥 里面没有人 竟然有这么多设备 看来需要研究的东西 难度很大 架子上还有一些实验用品 看来都还在使用 二若 找找他们在研究什么东西 好嘞 回哥 嗯 那是什么 这 这么多活死人 他们难道在进行人体实验 看来附近的活死人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二若 刚才都看到了吧 可怕安 下个板子 那么多 获斯人 这个拱昌 肯定不一般 不好 有脚步手 快躲起来 嗯 没人 那两个小子 不知道又去哪里偷懒了 现在还不回来 真是的 都怪你们这些东西 让老子加班了这么久 可把老子给累死了 二若 跟上我 跑 哦 啊 累死我了 回哥 尾莎要抛了 咱们是两个人 他就一个人 他肯定 不是咱们的嘴周呀 嘶 你说的有道理呀 我决定让二状拉个屎 用臭味引他们下来 毕竟 二状的屎 特别的臭 我天 那人在顶楼都闻到了 二状 准备音词 还有 有人 二状 上 吹 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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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别打了 我投降 你给我老实点 你长才害干大安 站起来 去那边那个房子里面 老实点 进去 说说吧 小子 你姓甚名谁 家路何方 厂子里面有多少人 你们在做什么研究 我看你什么事 我是不是就是 我 joints 我咋子养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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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我咋子那边